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各位众内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是圣母圣心的章礼 我要讲一点点道理 我要解释一下路加福音 怎么样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若氏 过了三天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就找到耶稣 其实在福音里面 我们没有很多描述 耶稣跟他的母亲的关系 我想其中一个理由是 这个母亲是跟每一个母亲一样 就是照顾一个孩子 帮助他长大、陪伴他 然后就是给他所需要的工件 为了做一个人 那么我们今天的福音也是跟我们讲 怎么样去耶路撒冷 然后回到拿撒冷 过了一个晚上就找不到耶稣 一方面就是也不是很担心 因为小孩子可能是跟小孩子一起走路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早上回到一些朋友 可是他们有一点紧张 回到耶路撒冷去找到 没有想到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看到他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不再是一个小孩子的 因为12岁的一个犹太小孩子 一定是宗教方面是一个大人 他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 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跟圣殿的事迹讲话 所以这些人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问那么聪明的问题 也回答得很对 他们对话的内容 我们不晓得也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圣母的紧张 所以他说这句话 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看就是你的父亲跟我 我们很紧张才找你 就是这个对话 这个机会也是 但是耶稣一个机会 跟玛利亚跟若瑟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应该在我父那里去 在我父的家 在那个圣殿那里 可是他们有一点不太了解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 对于圣母 我们就知道就是 她把这些事情 牢记在心中 然后回到家里 福音跟我们说 耶稣在他们的关系 长大 充满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的张礼 今天的节日 也是邀请我们 就是跟圣母一样的 保持在我们信仰的生活 有足够的空间 足够安静的时间 足够安静的时间 为了我们目前 所不知道 所不了解的事情 就是放在 平安地放在我们的心 因为这三天 就是玛利亚跟若瑟在找耶稣 也是一个预告 就是再过几十年 耶稣的母亲也要三天紧张 因为她有看过这个儿子 就是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可以救天主 就是给我们 就是这样子一个心态 就是为了保持 就是一个慘开的心 跟圣母一样 从坚持保喜讯之后 这颗心就是 也准备好 接受圣神 在福音里面 有另外一处 马尔古给我们说 耶稣的家人找他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 他的行为有点怪怪 甚至说他疯了 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 他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 谁 谁做建筑的主意 就是我的姐妹 就是我的母亲 我想 那个时候 圣母的心 也是很快乐 因为他从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慘开的心 他的心 也是跟耶稣的心一样的 接受天主的爱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继续跟圣母一样 活出来我们的生活 才保持一样的一个信心 一样的一个希望 也一样的一个喜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